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年龄组别的每一位选手都完整演唱了所选歌曲 以不凡实力展现出对歌曲的理解与表达 即使是低龄组的新生小唱将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 令评审连连称赞 双胞胎姐妹和小公主们的演唱 个个落落大方 有模有样 八岁小选手演唱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给评审留下深刻印象 很荣幸担任这次中国新生代的评委 那我们非常希望能从今天这场比赛的小选手们挑选出 可以登上全美决赛 甚至回到中国参加全球决赛的舞台上 那也希望小朋友们可以通过歌声 来连接全球爱唱歌的小朋友的心 让大家在音乐中快乐成长 我们本次大赛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给青少年 打造一个非常优质的声乐平台 包括可以让大家可以真正的展示出自己风采 可以唱出新生代 非常开心能够受邀参与这一次的评委 然后呢也很开心看到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 我看到这次小朋友们的选歌都非常的丰富 不仅有当下很流行的歌曲 也有很经典的中文英文的歌曲 很期待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引领未来的乐坛 创造更多的精彩 金卡通中国新生代 我是歌手崔南 非常荣幸能够再一次参与我们的试唱会 非常期待我们这个第二场 所有的小歌手们的演唱与表现 上一场我们的试唱会非常的成功 是后生可备 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小歌手 预祝他们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扬 很荣幸这次被主播方邀请 作为我们中国新生代第六季的评选 然后我希望我们的选手 今天能有一个圆满的成绩 少年组的试唱小将 更是令评审和现场观众惊喜不断 他们在演唱技巧 服饰装扮 舞台表现方面 给人带来心灵陶冶和音乐享受 14岁选手的说唱表演 12岁选手的键盘弹唱 42号选手的电吉他自弹自唱 以及几位少女中英文歌曲演唱和解低党的男女生合唱 都表现出了扎实的音乐基础 得到了评审高度评价 同时本场几位中外汇雪选手的表现 也令人刮目相看 特别是他们都能用流利中文演唱歌曲和回答评审的提问 他们中有的选手从小就参加各类文艺比赛 也常常在华人社区的活动上演唱中英文歌曲 一步一步成长 那今天呢 非常荣幸能够接受这个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邀请 就是我们这边新工厂艺术学院呢 成为我们这个中国新生代第六级洛杉矶赛区的协办单位 其实这个节目也涌现出了特别特别多的优秀的选手们 然后今年来到洛杉矶呢 我相信也是对所有洛杉矶喜欢唱歌的小朋友们的一次 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一次呢我们也非常荣幸跟湖南广播电视台 金融卡通卫视一起合作的这个比赛 那么今天的小朋友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 让我们发现洛杉矶有好多的后起之秀 那在5月7号呢 我们也会在Bowen Park Art Performing Center 举办最后的总决赛 到时候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 主办包负责人表示 这两次参加市场会小选手的水平之高出乎预料 小朋友们都非常淡定有大将之风 而且每个选手声音都很有辨识度 涌现出很多富有音乐才华的后起之秀 中美华人戏剧联盟一向致力于打造最顶级的儿童赛事 为洛杉矶的孩子 尤其是华裔儿童搭建优质平台 洛杉矶赛区预计于5月7日在 Bowen Park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进行最后的冠军角逐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 柔思密室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